今天是2004年的4月1号 24年4月1号讲的天鹅胡椒饼的故事 很适合来讲一个故事 讲一个天鹅胡椒饼的故事 简报还有一些内容 希望在30分钟左右来把它讲完这个故事 正大家看到画面就是一只天鹅 天鹅胡椒饼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 右下角是我的LINE的QR Code 有要上书法课的要报名的 欢迎用这个来联络 其实是天鹅胡椒饼 天鹅 而且的饼是夹饼的饼 今天要讲的叫天鹅胡椒饼 那是什么呢 我们继续看一下 先请大家来看一下 画面中这个印章这个图是下列哪一个字 是天呢 还是鹅 还是饼 那为什么我们等一下再来说 下一个题目 请问这个图是下列哪一个字呢 是天鹅 是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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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饼呢 猜一下 猜到了吗 一样是天鹅 为什么呢 等一下再说 接下来这个图 请问请大家猜一下 这个图是哪一个字呢 天还是鹅 还是饼 猜一下 三二一 答案是饼 这个字是印章里面由于撰科加科的这是 好 我们就先从天鹅饼这三个字的勤简文字的笔顺来看 画面上看到 第一个字天的话 他上面一竖先写一行先写 然后左右左右 然后把他 总共都三个字很巧 都是有 都是五画 就是笔画都是五画 那第二个字鹅 一样是一横 然后 左边一撇 然后 接下来第三笔是 跨过来 那接下来是两个竖画 那再来丙字呢 一样第一画都是一横 那 第二画第三画是跟耳接近 那 第四跟第五画就很像写一个人这个形 那这是丙 天鹅饼 天鹅饼 这三个字的 笔顺 在画面里面 可以看到 那我们实际来写看看 画面切换到这个手机的画面 那我们来写看看 天 天在勤简文字 他的写法是怎么样 我们在这个画面来写看看 一横 左右左右 一横 左右 左右 这是天 天下的天 关键就是一横 左右 左右 一横 左右 左右 那我们如果用 比较细的 我们说过在写勤文字 勤简文字的时候都是用比较 就是比较超过一公分 尽量在 0.8左右是一个宽度 是一个蛮适合的 超过0.8都 都太大 像在这个范围内 0.8 宽 0.8公分 那来写 其实还蛮好写 不要超过 如果写太大 其实没有什么意思 那接下来我们写 而且的蛮 蛮的话呢 一样是一横 那这一画 接下来 翻过来 直直的下来 穿过去 那接下来 这一个 在这里 结束在这里 就是 而且的蛮 不管你是平的 或者是 有时候 在写快一点的时候 勤简文字 这些书手 他们 这个角度 会比有点斜斜的 会变成这样子 就往右下角 倾斜 这是 耳写的耳 再写次 那我们尽量 可以让字写的 比较密一点 这是 简薄文字的特色 他本来就在 这么小的范围内写 他一定会 比较紧凑一点 比较密 所以你不要把它写得太开 写得很开 其实就 就没有那个味道 就不是 简薄文字 他原来的样子 接下来我们写 饼 好 一样这一横 到这边 其实和 耳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不同 接下来是不同 是这两个 它是很像是个人 这个形 很像人 它不是人 但是 方便说 上面是没有连上去的 注意 饼 这是饼 甲乙饼的饼 上面连过去 会连到上面这一横 大概是在 西汉晚期的时候 西汉中 中期或早期 都还没有连上去 早期 西汉早期像 张家山 汉简 马王堆 这些都还是 离开的 就是两个 这一话没有连到上面去 所以我们在写勤俭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 写正确 写清楚 上面是没有 连上去的 这只是 天 鵝饼 这三个字的 笔顺 等一下如果我们需要再写 到时候再切回来 我们继续看 简报 刚刚示范的 三个笔画 所以呢 我们刚刚看那个 请大家猜的 三个字的 三个印章 天很像鹅 然后饼又很像天 这在印章里面 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形 看这个影片的同时 你可以先按暂停 然后你去看 你所知道的这些印章 去翻一翻你的撰科的字典 或者是你去看 你身上有的撰科家的这些印记 看一下这三个字是不是常常会很容易混淆 你要从前后文去看 你才可以看得出 这个字是天 说鹅或饼 那我没有讲这个之前 可能也没有人去注意这个事情 因为大多数的撰科创作者 他都是字典有什么他就科什么 字典有什么就科什么 一到一些学生他就会说字典他就这么写 所以他就这么排 不懂的字查字典这是第一步而已 之后我们要更进一步就是知道字典 他也是有错误的地方 他也是不完整 所以我们要查很多字典 来去纠正他可能其中某几个部分有错误 或者是看其他新的出土的资料 新的研究的成果 而不是只是拿那个最原始的 十几年没有变过的这个字典做创作 这样很可惜不知道他的这个字的原来的结构来创作 通常可以创作的内容是有限的 会被会局限在你永远在科的时候 就是只有会科你字典上写的呈现的那个样子 那很可惜 那我们看一下琴印 琴印耳是没有案例 暂时没有案例 那我们看耐 耐这个字左边就是一个耳 耐字他左边上面那个画是连下来 这都有连下来 这个很关键 他上面那个画是连下来 那接下来琴印里面的柄呢 他上下是没有连上去的 下面那个很像人这个形 他是没有接上去的 注意这是在琴印琴汉 我们讲连上去也接上去 大概是在西汉的中晚期 中期之后就可能有就是有例子 就是这样有连上去 东汉的一些碑科 以音碑啊什么那些 当然他就已经是完全接上去 都很多这样的例子 那比较早可能在西汉中期 就已经有这个例子 武威啊或者是其他的敦煌 这些简读文字 其实都已经有接上去 但是这比较早的像 张家山啊马王堆 汉简 这属于西汉早期的 比较接近琴的这一段 这些墨基文字是还没有 这个柄字还没有接上去 所以我们如果要刻印章 或者是这些创作 钻刻的创作 尽量还是以比较精准的琴 就是我们讲所谓的钻型 来做比较好 就比较不会有混淆的情形 那我们看 这是琴汉印章 风泥文字编的内容 总共有三个 我就找了三 天鹅饼这三个字的例子 画面上看到天 它有的有符合我们这个钻型 那有一些大部分这样 这个天的构型 就已经变得很像鹅 像鹅且的鹅 鹅的这个形 所以天跟鹅 这已经是混淆了 在这个印章里面 这汉印里面 那柄呢 柄的部分 大部分是没有连上去的 是正确的 那有接上去的 就已经是比较晚期 或者是如果在汉印的时候 其实就是不知道它 其实没有接上去的 就是它原来的构型 那后来有人接上去 当然就是 不是最初原来的样子 那所以我们在创作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理解这个原理 它的前后的关系 那你就直接照字典 就拿来就磕了 就可能会进入到天鹅胡椒饼的故事 漩涡里 我们讲这个题目叫天鹅胡椒饼 天跟鹅跟饼这三个字呢 纠缠在一起 一个像A像B 然后C又像A 之类的这样子 就很复杂 这种情形也是因为 我们看到梭文 影响很大也是梭文 梭文有很多构型上的错误 那当然就不在这边聊 天鹅跟饼这三个字里面 这个饼它上面就应该不能接上去 至少在许胜认为 如果说你认为琴是这个钻型的参考 主要的用来源的话 饼这个字在琴的时候 其实是还没有接上去 就是中间那一话还没有接上去 鹅的话它也不是两个鞅这个形 它也不是这样子 那天在缩稳这个构型是没有问题 但是它还是有点规整化 我们讲规整化 它就是上面那一画有点弯 弯下来 这个是没有必要的 没有必要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这个是属于 文字有做一点调整 有规整化 画面的右下角有个QR Code 然后网址也在下面 有一个影片是前一阵子我录的 关于尹德式的缩文解释的介绍 看完这个影片之后 你也可以再去看缩文解释的介绍 尹德式里面 这是免费使用的 不用注册 不用登录付费 那我们来看 刚刚我们给大家拆的字 在这种印章的 撰克家常常出现混在一起的情形 那这也是因为他们使用这些工具书 参考书 使用那他就认为这样没有问题 我要说的是说 明清啊 那个时代 或者是比较早期 这些撰克家或者是学者 他们没有像我们现在有情汉墨基文字 这些出土的内容可以参考 可以佐证 可以更新知道的内容 他们用的工具书是这样子 错的话 那也不能怪他们 就我们现在来说 资料更多 可以看的东西更多了 不应该再把错误的内容继续刻下去 或者是创作下去 这个是我比较提倡的 知道天构型是长什么样子 根据这个构型 你可以去做规整化去弯曲去盘曲去拉 或者是缩这个线条 做造型的变化 这个都是文字造型艺术的范畴 没有问题 如果这个字 后来会很容易看成另外一个字 就会很麻烦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最底线 最低最低的底线 就是你不能把这个字刻成很像另外一个字 这样混淆就失去了这个创作的 可能就没有那么完整 没有那么完美 这样子 刚刚的画面 第八个 第八个是赵之称 壮科家的泰赫洞天 他是当成天 但是这个天 这个形就很像耳切的耳 虽然它中间是没有接下来 但如果要更精准的来看天 它的正确的构型 它应该中间那一树要接下来 要接下来 然后在中间岔开来 这样理解秦汉文字 秦汉的墨迹文字的话 你在创作这些壮科文字艺术 这样这种其他的造型艺术会 其实比较放得开 比较不会被字典所影响 字典它有正确 但也有很多错误 不过你已经知道它基本的内容的时候 基本的结构架构你理解了 你就不太容易弄错 而且还很多有可以发挥的空间 还比较大 这个是耳 而且的耳就你看这个 它上面上下这个形就不对了 缩文小串这个形也是错的 丙的话 我们讲过丙的基本上就是要 这边有几个例子 那你这样你就会刚刚看到现在 你就知道 丙这个字的话 它上面中间的这个人 这个形 它那一树音不能串过去 不能连到上面那一横 才是正确的构写 那有一些壮科家 他科对了 有些科错 我相信他们也不知道哪个是对 哪个是错 清朝的时候 如果民国初年 还没有出土这些秦汉的墨迹文字 现在在1975年之后出土很多这类的秦检 汉检 我们就可以更有力的证据去对照去认定说 原来的正确构型应该长什么样子 如果在许胜那个时候 他回头去看那时候的操本的话 他应该会做什么样 我们也看过五一汉检 五一汉检 是许胜的那个时代的汉检 那时候已经 线已经连上去 就是这个即将 所以他许胜是有可能把这个饼 这个形做连上去的这个部分 有可能是会做这样子的判断 这个字的话 我们就是要从勤检上去认知 然后去看电视要理解说 勤检这个形是没有问题 看这个印章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说 哪些状科家他构型没有问题 哪些是可以调整的 经过我们在讨论这个规整化 天跟鹅这个构型接近 如果没有前后按照这个内容 来参照很难辨别 你要去读前后文 如果去看印章 到底他是要刻天还是鹅 因为这些创作者他也搞不 他也不知道其实是有是不一样的 他不知道他自己错在哪里 丙这个人形 他连到上面这个笔画 也容易和天字混淆 我们要知道说哪些的形是 就是天鹅跟丙这三个字 他到底像在哪里不像在哪里 你如果去看他的墨基文字 就知道他这三个字 其实本来就不太像了 根本就不像 只是因为经过规整化之后 这些文字经过调整安排 这三个字就容易混淆在一起 我认为无论是古代的材质 各种材质的文字 或者是现代人的创作 像印章 壮科艺术这种文字表现 都是属于所谓的规整化 你如果说他是错的构型 有时候也不太好讨论 因为他就差那么一点点 或是他那个就连在一起 有些是做效果 他就是要你可以说他是斑驳 连上去 在这方面的创作的时候 他的宽容度其实是比较大 相较于写字 写字多一笔少一笔 当然就就不是那个字 很容易做差别或是不一样 壮科创作 他的宽容度是比较大 我个人认为最低最低的底线 应该是这个字不应该要像变成另外一个字 就是他的造型 他的构型变成另外一个字 被当成另外一个字 就不太好 这是我认为最低的底线 你可以做很多造型的变化 文字盘曲什么 但是如果这个字会被当成另外一个字的时候 就不是很好的安排 不是很好的设计 我是这么认为 这是最低的底线 有句话说 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是说知道事情的结果 但却不知道造成结果的原因 很多创作者 壮科创作 或其他文字创作都会有这个问题 他会用字典 就认为字典就这么 字典就是这样子 就是对的 没有问题 太依赖字典 反而被字典所害 都不知道他其实 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原因 他不知道 那我们不要是有这样子的现象 今天讲天鹅胡椒饼的故事 其实也是在讨论这件事情 那我们要记住正确的构型 什么是正确的构型 有这样画面上看到的天 它的一和人这个形 应该要连接起来 就是一定要接起来 而且的鹅 它下面呢 不是两个胸形 念胸 很像摸的这个形 胸 它不是像那个说文小钻 那个是错误的 不是两个 饼呢 一这个形和胸跟人这个形 它没有连接 它是断开来 琴的这个形 或是和早期的都是正确 都是本来的样子 那后来接上去 当然就是比较后来 比较晚期的形 那我们要记住这个正确的是这样 这样子 做一个小结 简读呢 是指张普遍通用之前 主要的文字的载体 那我们把这个载体的文字上的 载体上面的文字 简薄文字 跟前后时代的比较 不管结构是怎么样 都是我们讲说 都是最直接的展现 和还原它原来的构型 它本来就是写成这样子 这些字呢 它没有特别经过加工 或者是特殊的用法 就直接写在简薄上 这个就是它本来的样子 构型呢 就是当时候的书写者和阅读者 能够辨别与理解的构型 它具有普及跟通力的特性 我们讲通力 普及 不是特例 像石科 或者是接青铜器 都算特例 因为它毕竟不是大量传步 传操 教育 这些有这些其他作用 代表性的话 还是要用这个简薄文字 比较具有时代代表性 因为它是最普遍使用的 是直接传操的 那有教育的 作用功能 读书 就是这些 相较于其他载体 像石科 青铜器上面这些文字 其 规整化的几率是低很多的 我们不能说完全没有 但是看说这些字 简薄上的字 有规整化 其实是没有没有像在石科或青铜器上这些多了 像比例上一定是少很多 因为它就是直接写 那瞬间它就不会有其他多余的想法跟表现表达 除非你是另外在制作这些载体的 可能你会有其他的安排 你要排多少字 那个都会画线 会画格子之类 在简薄文字的话 这些文字的造型 它就是比较不会有规整化的现象 比较少 不能说没有 但是是比较少 所以说真的想要认识传书 钻型 了解文字演变的脉络 应该要不只是看商周这些甲骨文 经文 书文解释这些字型 那还要多认识明了战国时期这些简薄文字 简读简薄文字 不管是楚系的还是秦系的都可以 还有其他三进的 侯马蒙书 这样子在文字的研究跟造型艺术的创作 才能自由发挥 达到自真自美的境界 也是跟大家分享 很多创作者 大部分就是有一些创作者 像读艺术系 美术系这些 书画系这些相关的 看到这些 如果他的眼界不够开 看的东西太少 他的创作就永远就是在 说文解释 小钻 这些范围内转圈圈 就很可惜 那写了十几年二十年 都是写这样子的字 没有去看 往外看 其他其实很多可以创作的题材 还很多 应该要其他的领域去开阔 不要只有看说文解释的而已 规整化的讨论 可以参考我个人在2002年的 在第三十三届中国文字学 国际学术研导会发表的一篇 叫说文解释规整化的分析研究 连结就在这个网址 www.mebag.com 斜线20斜线ptpdf斜线2022a.pdf 今天讲的天鹅胡椒饼的故事 就到这边 以上就是在今天2024年4月1号 讲的天鹅胡椒饼的故事 透过这一个天鹅胡椒饼 其实是要讨论天鹅跟饼 这三个字混淆使用的情形 我们用这些例子来解说 用简薄文字的原来的写法 跟大家分享 我们再补充一下好了 画面再切回到手机的 刚刚这个是示范的手写的笔顺 像我们讲说天好了 天这个字它其实是这么写 不管你要怎么 它基本上的结构是这样 作为印章的排版 它能排的是怎么样 就是我们讲说 它基本的结构是这样子 那旁边的这边就是 它就是这样子安排 红笔这个部分就是 我们讲说规整化的部分 规整化 本来左右这两匹 应该是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笔画有延伸效下面来 这个就是多的 这个就是多的 多余的部分 所以这个如果有多这部分 就是所谓的 已经有规整化 这个是天 所以为什么丙这个字 它不能够连上去呢 丙的话 在印章上它 它是排这样子 那它如果连上去就很容易跟 天混淆 天在刻印章的时候 它在印章排版它可以排成这样子 但是如果底下这两画太接近旁边 它就可能会跟丙会混淆 所以丙你要理解它的构写的话 它就是应该要不能连上去 写得很清楚在这里 然后额且的额 这一画下来 这一画接上来 这一画接上来 它不能接到这一画 接点 它如果接到这一点的话 这个就是天 这个写 这个接点 而这个字的接点 最后第五笔 它不能接到 跟中间跟第四笔连在一起 这个接点很重要 那个点的位置 接点的位置不对 那这个字就变成另外一个字 这三个字 其实是 如果你理解 你看过 知道秦汉文字的构型 那你在做创作的时候 你才有办法 不会刻错 不会写错 这样子 好 就到这边 今天的天鹅胡椒饼 就讲到这里 作为一个段落 胡椒饼的故事就讲到这里